都没吃饭啊 颠死我了 下轿 落轿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该死 滚回去 等一下咱们去长春宫请兰安 就回延禧宫去 姐姐正殿里的东西都不许动 得原样留着 好的 主 我们走 站住 正小赞 你做什么 滚开你 不打你 你眼里便没我这个人了 是吗 我是皇上的盛常赞 你是常赞 我是贵人 你便这般无礼 谁叫你长了一副晦气的面孔 讨人嫌 我再怎么讨人嫌 我也是自前邸的时候 就伺候皇上的 你伺候皇上 你伺候过皇上几回 皇上还记得你这个人吗 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 无宠 就是低贱 主 皇上 这盛常赞也太视宠而骄了 海贵人比他位分高 自立深 他伸手就打人家脸 宫里人都知道了 你可千万不能不管啊 视宠而骄这四个字 有你的口中告诉朕 倒是颇有趣味 皇上别笑话臣妾嘛 臣妾这些年侍奉皇上 不敢不尽心 若是臣妾做错了什么 皇上责罚臣妾便是 可千万别不理臣妾啊 朕怎么不理你了 老侍宁给你画了一幅毒画像 嫔妃里唯一的种宠 旁人都没有 他说啊 你的画快表好了 到时候 朕再与你一块儿捅赏 谢皇上 不过皇上哄着臣妾高兴 可盛常哉也是要处罚的 这才是赏罚分明嘛 朕已经换了盛常哉过来了 自然会说的 皇上 盛常哉来向您请安了 让他进来吧 喳 臣妾请皇上安 贵妃娘娘安 你打了海贵人 贵妃气恼得很呢 你也是从小宫女过来的 姑姑们打宫女 也知道不打脸的 皇上 臣妾 过来 是 让朕瞧瞧你的手 你这手啊 也是皮肉做的 打了别人的脸 自个儿的手也会疼的 你打了别人呢 要不然让太医给你瞧瞧 你打了别人哪 自个儿也会伤到的 下次不许再这么动手了 皇上 你瞧 手那么细呢 皇上 臣妾先走了 你瞧 哦 手那么细呢 伤了手朕会心疼呢 一定要小心啊 臣妾告退 还疼不疼啊 朕给你饶饶啊 无悔 贱婢就是贱婢 居然敢在本宫面前 这么做的 皇上还宠着她 竹儿 你小声些 本宫真是后悔 当初不过使了台下 便让她爬上了龙床 小心跟着 竹儿 谁都骂的 您可骂不得 咱们的事儿 她多少知道些 怎么 她还能告发我呀 如今盛常载的阿玛 在高大人底下得力 那也是高大人的脸面 咱们就且忍一忍 多少人恨得牙痒痒呢 迟早得有人收拾她 咱们还是先想想 怎么把今日告状的事 圆过去 免得慎常再记恨您 她还敢记恨我 咱们去皇后娘娘宫里 让娘娘做主 是 今儿的事儿 你不必怨贵妃 宫里啊 最重尊卑 臣妾不敢 海贵人再不得宠 也是从前提里出来的 幸好今日 告诉皇上的是贵妃 若换成别人 那话 还不定难听成什么样子呢 今日皇上没有怪你 也是贵妃 帮你避重就轻 按理救了你 多谢贵妃美颜 你是本宫抬举过的人 行动举止 可别失了体面 贵妃教诲 平切都记下了 听说 你还有两个兄弟 都还小 不成才呢 好好调教着 有你这个姐姐 你的兄弟不差前程 是 好了 都别在我这儿立规矩了 回去吧 那臣妾告退 皇上器重贵妥 以后在后宫 别跟任常再计较 我听说 那个贵妥是个好官 臣妾知道了 我来吧 你怎么了 肚子有点疼 兴许是晚上吃的饭菜不干净 疼得厉害吗 要不要紧啊 没事 一会儿喝点热水 能化过来 这么下去可不成 鸡太平有法子 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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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蓝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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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姐姐 海蓝 姐姐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担心你 你在里头好不好 有没有吃好啊 我听说里面特别阴了 我带来上好的衣物给你 索性 帮忙 来 你的脸怎么了 被人欺负了 被阿若打的 阿若 为何 也不知道阿若走了 明明刚是晚寝出来 火气还那么大 无缘无故地就打了主 还辱骂了主 皇上知道了 根本就 叶欣 主啊 别说了 海岚 阿若知道你我教好 她又恨我 所以势必会牵怒你 视你为眼中钉 实在不沉的时候 你还是得找皇上 和皇后娘娘替你做主啊 知道了 还有 冷宫这地方 王后就不要来了 免得连累自己 不 谁啊 主啊 谁在那儿啊 你谁啊 侍卫大哥 这是延禧宫的海贵人 海贵人 给海贵人请安 海贵人 这么晚了 您怎么在这儿啊 您不能擅自闯入冷宫啊 您别让我们为难了 您赶紧回去吧 侍卫大哥 这海贵人是专程 来看我们主的 您千万别生长好吗 不是我生长 这不是有规矩吗 这个玉尼 你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这我拿着东西 别人以为我偷的呢 要不这样 有银子吗 有一些碎银子 得嘞 海贵人 这今后啊 要送什么东西 您别亲自来了 这太危险了 您把东西交给我 我递给他就行 你愿意帮忙 这不有银子拿吗 为什么不帮 你既然愿意帮忙 我得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零银车 多谢你了 零银车 没事 零银车 你真是有银子 真叫茅坑了 知道了 马上过来 海贵人 您啊 赶紧回去吧 下回要来 提前跟我说一声 不过 这话说回来了 您也别经常过来 这太显眼了 行了 你们俩又是聊完了 就赶紧回去吧 别让人看见了 姐姐 我不能经常来看你 可是每隔十天 只要天气好 我便会在御花园里 放一支风筝 让你知道我安好 你也要好好保重啊 好 我快回去吧 主 咱走吧 主 赶紧回去吧